自己自足的生活啊 这是这边的当地的村民 在这个椰子树上摘椰之河 他们摘到这个椰子 他们这个椰子的大小 其实真的是可以啊 很大了 已经不算是小了 虽然说没有像咱们市面上买的那么大 但是对于在椰树上长的椰子来说的话 就对于像这棵树来说的话 这棵椰子已经算是不小了 我错误了 我没戴帽子我就出来了 后悔啊 太散了 这天天的大太阳 这能受得了吗 在那淋着个桶 然后在那边去抓这些东西 每次他们都能抓到不少东西 应该就是抓到一些贝壳之类的 上那个椰子树这找个好地方 今天把它带来了 找个椰子树下面能拴这个 那边的椰子树都被我开发完了 基本上很少有间距能够拴这个 上那边去碰碰运气 因为我总看他们在那边去掉这个嘛 今天咱换个地方看 咱前两天一直在那个地方 今天那个地方因为一到这个时候它就晒了 所以说今天我特意选了个不晒的地方 看我看我把脚晒成什么样子 两个颜色了 这中间这个是因为有那拖鞋挡的嘛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颜色 然后被晒的就晒的特别黑 这边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每天坐在椰子底下 椰子树下望一望海边发发呆 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生活 有一些叔叔阿姨说 就想问问我三亚具体哪个地方比较好一些 因为三亚吧 我是去是去了 逛也是逛了 但是很多地方 我有有一些地方没有去过 像马岭啊 包括牙城啊 那边我还没有去过 过一段时间呢 我还会再去一趟三亚 其实不光是给大家去拍视频 其实我也挺喜欢三亚那个地方的 稀里属实是长草了啊 就是老想往三亚跑 这三个地方 一个是红沙 一个是这个港门村 还有一个是这个回民回新村 这三个地方 其实我去完了以后 给我印象最好的是红沙社区 其次呢是这个回新村 再其次是港门 对于环境来说 这三个地方是这么排名的 但是给我的感觉 如果说要是我 我肯定首选是红沙社区 为什么 因为购物方面 离三亚市区也不算远 坐公交车交通也很方便 然后买菜啊 包括吃鱼啊 这些日常生活也很方便 唯独不方便的一点呢 就是没有公园啊 这些东西 其次呢 就是这个回新村 但回新村有一个什么致命的缺点 就是那个地方 吃肉一定要很注意 就是一个喝酒 一个是吃猪肉 一定要很注意 所以说 如果说要是我 我肯定不太会选择 港门这个地方怎么说呢 给我的感觉是 我也不太喜欢 为什么 那个地方有点太闹 它就不太适合老年人在那边去居住了 而且住宿的环境呢 也要差了不少 你像我去 那个港门那边 他们那边1500块钱的房子 居然还是那种 他跟我说那个房子至少有20年的历史了 十几年 二十几年的历史了 而且都没有什么人打理 那里面的楼道啊 包括环境啊 什么都特乱 我就是反正 那个地方的人流量很 很大 而且人呢 很乱 就是给我的感觉就像是 就跟是那个进了农贸市场一样 特别乱 而且人特别杂 干什么的都有 所以说我不太建议大家去港门村那边去 因为咱大家既然是出来养老嘛 就肯定首先第一要求第一点 就是环境要安静 第二点呢 是生活要便利 第三点 交通的时间 但是呢 港门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 但是那个地方的物价啊什么的 都特别特别特别的便宜 台湾这边的物价正式情况是怎么样的 大家就说塞亚物价贵 塞亚物价贵 但是我去到那里面 发现并没有说 像大家听说的耳门的啊 说塞亚物价贵能贵成什么样的翻倍贵啊 或者怎么样 其实我感觉那个物价 还要比咱们正常的内陆物价还要便宜呢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我感觉并没有说很贵 贵成什么样的